我们都知道保持社交疏离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有效途径 但对于群聚场所的学校来说 很难避免严格专守这个规定 因此近期各州是否开放校园面受课程争论不休 而全美多家的大学率先在近两个星期里面开学 频频传出学生无视防疫规定 群聚狂欢的报道 也都成为了新的病毒温床 卖下了校园爆发的隐患 3月中开始 全美各大高校停课转为线上教育 到8月开学 学生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社交隔离生活 隔了这么多月 终于跟同学见面 大批学生难验社交热情 俄克拉河马州立大学 一个姐妹会在上周末验出 23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整个姐妹会被强制隔离 该校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迎新周期间 大批人群不戴口罩在酒吧近距离跳舞的视频 北乔治亚大学 也在开学第一晚就被人拍下多人群聚视频 从视频可见 现场人数更多 没有人戴口罩 也没有人遵守社交距离 卫生专家指责 年轻群体应该为全美持续爆发的新冠疫情负责 年轻人或大学生 感染新冠病毒虽然不容易恶化为重症患者 但正因为症状不明显 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传染给其他人 美国疾控中心CDC也警告 拥有宿舍等多个群聚场合的大学校园 是病毒感染的高危地点 感染率不亚于邮轮和养老院 如果大学没有严格实行控制措施 取替派对禁止群聚 会很容易出现超级传播者 在社区造成爆发感染 感谢观看